这是一场神仙女 你可否则 神仙女 庆余年二即将播出 那么第二季将会讲述哪些故事呢 街前两节 陈平平和武竹在调查太平别院血案的时 都找到了一个突破点 那就是如果有人与神庙保持着联系 那么这个人也许就是幕后主使 为了测试庆帝是否与神庙保持着联系 陈平平将武竹身在南方的假消息 作为机密告诉了庆帝 随后神庙使者真的出现在了南方 并以杀人的方式吸引武竹现身 正当武竹要去南方找这个使者的时候 恰逢范贤要出使北齐 所以他顺势去找苦河 一方面希望拖住苦河 另一方面希望能从苦河那里也找找线索 临走前 武竹将这神庙使者现身南方的情报告知了陈平平 陈平平这才确认了 庆帝就是杀害叶青梅的幕后真凶 武竹那边 他在套取苦河消息的时候 也在疯狂暗示对方 范贤跟自己是一起的 而苦河在找到萧恩尸体后 与海棠一起重组了信息 从而得出结论 范贤是叶青梅和庆帝的儿子 然后他开始通过北齐的情报系统 向天下人公布了这个消息 希望逼庆帝来解决范贤的问题 从而让庆国朝堂动乱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京都闹得满城风云 庆帝毫不避讳地将两人的真实关系告知了范贤 范贤再次展示他精湛的演技 庆帝并未发现他早已知晓了此事 还允许他参观了叶青梅的画像 也就在这个时候 范贤结识了庆帝身边当红的小太监红竹 将其发展为了自己的眼线 年后 庆帝派范贤去江南接受内裤 鉴于他伤势未复 还特意调拨了高达等七名虎卫贴身保护 临行江南前 庆帝露出了要为范若若和静王世子李红城赐婚的意思 若若自小接受范贤的现代思想灌输 并不想接受这场包办婚姻 范贤只好通过秘密通信 请求海棠朵朵帮忙 让他规劝苦和大师破例收徒 最终 范若若得以跟随苦和学医 避免了被指婚 范贤奉旨下江南接受内裤的过程 也是第二季中的重头戏 内裤的业务通过招标的形式下放 目前主要是江南的两大家族 明家和崔家在承建 崔家就是那个控制内裤与北齐走私的家族 也就是一时居的东家 崔家的经营方向偏外向 在江南以外 战线很长 相对容易对付 已经在范贤与二皇子的对抗中被彻底打狂 与北齐的走私工作 目前是范思哲在具体操作 而明家却偏内向 他盘踞在江南这个庆国的最附属之地 与当地的官 商和民间都有着盘根错节的紧密联系 甚至于庆国的整个朝堂之上 也有着数目庞大 受明家供养的朝臣 范贤此次下江南 除了要接管和整顿内裤 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掌控明家 维持庆国的经济安全 范贤以钦差的身份来到江南后 先是收服了明家流落在外的七少爷 然后便带着叶家商行原来的几位大掌柜 来到内裤所在 开始了大力整顿 在稍后内裤转运私的招标上 范贤从北齐小皇帝那里借到了巨额资金 扶持明妻少爷争到部分标头 并趁机抬高标价 迫使明家付出了超过往年几倍的价钱 还不得已向范贤暗中控制的招商钱庄 借了大笔资金 最终导致明家时任家主明清达 被逼下了家主之位 而明妻爷则通过官司证明了 自己的明家血脉正式掌管明家 整个招标中 北齐小皇帝暗中派来调集 和监督那笔资金走向的人 就是海棠夺夺 在海棠的帮助下 范贤休息了天一道的法门 真气得以恢复 处理完江南事务后 范贤接到庆帝密旨 又前往娇州整顿水师 杀死了与明家 勾结称霸江南的水师提督常坤 因此也遭秦家私君伏击再次受伤 回到京都后的范贤 因为江南事务办得十分漂亮 大受封赏 而他也如愿归入了范氏族谱 真正成为了老范家的人 此时 陈平平开始策划向庆帝复仇 他推动了长公主与太子的私通 并和范贤一起将事态闹大 逼得庆帝要废除 太子 二皇子 长公主和军中的秦家 也联手准备造反 陈平平布下大东山沙庆帝局 却反被庆帝利用 成为了沙宗师局 此后 庆帝成为了明面上的唯一大宗室 却也在评判后 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儿子 一个妹妹 沦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